再看这里是玉山国家公园的台湾水路 在这十年它们的数量增加了有四倍 同时也破坏了生态的平衡 随度它不但会啃食树皮造成树林的死亡 同时它也会去找登山客来讨食物 对此专家提出警告说 要是再不控制的话 随度可能会成为第二个台湾米猴 入夜的山林里很热闹 肚子饿的台湾水路正在低头找食物 地上发出白色亮光的 是登山客们随手乱丢的垃圾 没人清理就变成水路的大餐 它们生活在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山区 是珍贵的保育类动物 但这几年受到保护后 因为没有天敌数量快速增加 比较十年前跟现在 大概增加四倍到五倍之多 水路群越来越多 带来的冲击开始影响生态 一棵棵的树木 树皮被水路啃食一圈 因为缺乏水分慢慢枯死 它因为食物的需求 还有活动的需要 它就会破坏我们整个高山的一些森林环境 生命科学系的教授 担心水路数量变多 破坏生态平衡 跟人类的关系越来越亲近 除了翻找垃圾来吃 甚至会接受人类喂食 再不重视这个问题 可能变成下一个台湾猕猴 和人类发生更多的冲突 记得张春风台中报道